好了,這條影片就想說回兩樣東西 就是Solve Expo Equation for Integral K 就是次方是一個整數的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Solve Expo Iniquity for Integral K 都是次方是整數,我就怎樣做 如果次方不是整數,基本上是用不到我下面 即是講的方法 現在是次方是整數,我才用這個方法去做 這裡是針對做一些GS的替形 因為很多時候次方就代表著漢數是integer 我們看看怎樣去處理 不過在講之先,我們先學一個Expo的concept 就是一個正數的任何次方 都一定是正數 正數的任何次方都一定是正數 無論次方是正數,負數,正數,什麼數都好 我不算comax number那些 總之這個是view number,它一定是正數的 這是個concept 好了,我們看回這裡這四條題目 這裡這四條呢 我首先留意了第三條先 第三條呢,你看不看到正數的次方是負數 所以這個一定是no solution 不用問的了 一定是no solution 好了,那至於 一、二、四又怎樣去處理呢 一、二、四的處理方法呢 其實呢,剛才先說四 四呢,就是你因為兩邊的正數 你可以透過一個ticklock的形式去處理 這個就是ticklock去做的 那我在四那裡舉個例子 例如,當3的k次方是2187的 那你就會是ticklock 那就會變成klock3呢 是lock2187 所以k呢,就是這個的k27啦 這是第四個情況啦 好了,然後第一和第二 那怎樣處理呢 第一和第二呢,那就看了 第一可能呢,它會是 我叫做-3的k次方 等於呢 這個的-2187的 好了,那這裡呢 就要考慮一個單雙的問題啦 你想一下啦 如果k是單數的 那這個就是負數啦 那就是合理咯 但如果k是雙數 這個是正數來的嘛 那就是我們這裡forced to be 這個k呢 一定要是單數啦 k一定要是單數 所以我們在這裡look that k呢,一定是odd的 那我們要mark個concept了 concept就是呢 如果你有個負數 就有兩個情況發生的 負數的power 那負數的power呢 他要是呢 就仍然呢 我不如寫一寫啦 例如-a的k次方 -a的k次方可以怎樣做呀 要是就是抽個負出來啦 要是就沒有抽個負出來啦 吃了個負啦 這個情況就是depends on 究竟你的k是雙數還是單數 如果k是單數的 那就會抽負 k是雙數的就會吃了個負 這個就是抽負 這個就是殺了個負 所以在這個情況來說 我們就會說呢 那個k是odd k是odd的話 就抽個負出來 所以就會變成-3的k次方 等於-2187 就是3的k次方是2187 然後都是ticklock那些做 最後都會做到k是7 k是7是合理的嘛 因為它是單數嘛 那就ok咯 如果你計算到雙數 那就reject咯 就算你計算到的數 都會reject的 就千萬不要一開始ticklock 有些人呢 就會一開始ticklock 那你就會糟糕的 因為你兩邊一起ticklock 你會maf error 他以為maf error就是no solution 我想說maf error不一定是no solution 也不代表no real solution maf error是可以有solution的 好了 接著去到第... 第幾個case 就是第二個case 第二個case 第二個case就是這個 這個case怎麼處理呢? 例如我舉個例子 例如-3的k次方是2187 第一就是留意 右邊是正數 就是這個k是雙數 k是雙數 k是雙數的話 就會變成3的k次方是2187 這裡是殺了負的 我就會沒了負 就變成了兩邊ticklock ticklock之後就算到k是7 k是7不合理的 因為你k是雙數 你假設了 你算到單數就reject 所以就是no solution 所以no solution 不是因為maf error no solution因為 這個是不符合到k is even 好 好,搞定這裡 接著去inequality 好了,inequality 就有八大種情況 首先呢 講一講 頭四種先 好了 頭四種 正數的次方 會不會帶小個負數? 當然不會啦 這個一定是no solution 不用問啦 好了,接著這個 正數的次方會不會帶負數? 會的喔 永遠都會的喔 正數好像方一定是正數 一定帶負數啦 所以這個一定是 all real numbers 或者all integers 答案是 如果你是 因為k是integers 我們解決了 那你就寫all integers 好了,接著三和四 三和四其實就是ticklock去做而已 那我都不說太多了 這裡 ticklock去做 兩邊ticklock 然後自己去 幫我留意 我舉個例子 我怕有些人真的糟糕 例如呢 0.2的k次方 大過 4這樣才算 好了 那你會兩邊ticklock 對不對? 好啦,那你ticklock 把k下來 然後來啦 接著問題就是 你這個lock0.2要脫過去 很多人就會直接這樣寫的 那這個錯的 那個符號呢 這個位置 因為lock0.2你要check 自己做inequality 你做equation 就說不用check 做inequality 你要check 原來lock0.2 是負數來的 lock0.2你自己按一下 是負數來的 那所以呢 你脫過去的時候 這個symbol就要調轉了 那就變成 那你就會 如果不是 你就會計錯了 好,那我按一下 lock0.4 除以lock0.2 那我計到呢 k呢 是 小過-0.861 那就是說 k可能是-1 啊-2 雖然呢 gs來說 k都是positive Vinteger 不過我現在這條題目 是假設k是Infeger 我沒有說positive Vinteger 所以是有solution的 那你自己留意一下 即是挖k在這裡 那就會是-1-2-3 你處理推 好 那第四種都是類似做法的 跟第三種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不做多次了 兩個都是checklock的 好啦,接著呢 再去一些深一點啦 深一點就是如果負數怎麼處理 好啦,負數怎麼處理呢 負數的次方 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考慮回 那個的單雙數問題 那我先做... 我這裡全部都舉例子啦 第五條先啦 第五條先啦 第五條呢 不要第五條先啦 我講了第六和第七會比較容易的 這兩個是比較容易的 Easy啦我寫 OK,好啦,第六先 那例如-2的k次方 大過-8這樣才算啦 好啦 小過-8這樣才算啦 好啦 那怎麼做呢 如果它是小過一個負數的 你想一下啦 一個數小一個負數 是不是這個數一定是負數呀 這個數現在一定是負數來的 不用問啦 貴啦 小過一個負數嘛 好啦,如果這個是負數的話 那k會有什麼可能性呢 那k一定是單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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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所以這裡你就寫啦 NOTE GET K ISO 好啦,k是單數的話就會抽個負數出來啦 然後兩邊約了個負數啦 兩邊都有負數了出來啦 那就會變成呢 2的k次方大過-8 那又TAKLOT LOT LOT 2的k次方大過-8 那就是說呢 kLOT2呢 就大過-8 就是k呢 就是大過-3 那就是說呢 k呢 其實就會是5 7 9 11 如主類推啦 好,那講完6啦 接著呢 就講7啦 我講7啦 好啦,7呢 例如負2的k次方大過-8 那 那 留意回啦 他大過一個正數喔 任何數大過一個正數 他都一定是正數的啦 他沒有可能負數的啦 所以呢 這個呢 就一定是正數來的 正數的話 就是說k呢 就是 even k是雙數 k是雙數的話呢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k是雙數的話呢 那就是說會殺了負 是不是啊 那直接大過-8啦 OK 這個負就會死了 那就是雙數嘛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拼回LOT 拼回LOT去做呢 就會變成 KLOT2 大過LOT8 那所以呢 K就大過3 那K大過3的話 那就是說 K會是 4 6 80 如主類推啦 那這個就 第7 好啦 接著說第5和第8 是最難的 那為什麼這麼難呢 第5和第8 因為呢 舉個例子啦 第5啦 例如-2的k次方 大過-8 好啦 你現在這個數大過一個負數 那你不知道它是正還是負的喔 正數可以大過負數 負數也可以大過負數 那就是說這裡你要分兩個case Case1 這個 K呢 可以是單數可以雙數 那你要分兩個case K是單數 和K是雙數 那時候分別去計 好啦 K是單數的話呢 就會變成 負2的K次方 大過負8 那就是說2的K次方 小過8 好啦 你自己拼回LOT去做啦 最後是計算到K小過3的 那就是說在這個情況呢 K呢 就會是1 負1 負3 而主力推啦 是不是? 好啦 接著Case2啦 Case2呢 K就是even啦 K是even的話 那就是說呢 我們就會沒有了負路在這裡 那就是說2的K次方 是大過負8的 那這個 你想回啦 一個 次方的數 是不是永遠都是正數啊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all even integers 那所以呢 combine 兩個case 那呢 K呢 is either 1 負1 負3 or even 就行了 或者 如果是單數的話 就一定要是 由1開始去數 數下去啦 那這個就是個final answer solve the explanetal inequality for integer case 好,最後講完 case 7 好,case7 那case7 那case7 其實就 case8 sorry 那其實差不多而已 負2的case4 小過8啦 好啦,那又是分兩個case啦 因為現在你小過一個正數 這個是可以正也可以負的嘛 所以你要分兩個case啦 好,case1 k k is orc 如果k是 orc的話 就會變成 抽個負出來啦 那就會變成2的case方大過負8啦 那這個情況是什麼都對的嘛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個情況就是 all or integer 好,然後case2 k是 even的 如果k是 even的話 就會變成負 不會負 因為你會變成這樣的嘛 對不對 殺了負啦 這次 這個就抽負 這個就殺負 好啦,那殺了負的話 就會變成 你自己takelock去做啦 take完lock的話 就會計到k小過3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就會k是由 2 0 負2在這裡數下去啦 所以combining 2 cases呢 我們的final answer 就會k A1是 2 0負2 數下去啦 或者呢 它是even 或者是od 或者是od 做完了 好,做完 四種exponential equation 和八種exponential inequality 當然這條片說的是 power 要是整數啊 整數才對的啊 如果是其他有什麼view number呢 那就 用其他做法的啦